您曾想過偷走吉祥物身上穿的這一身衣物嗎 從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這名陳身包緊緊看不到臉的男子 來到房門口看也不看 就直接把吉祥物人偶的服裝拿走 原來被偷走的是 美國大學棒球波特蘭燕黃瓜 對吉祥物的服裝 他在今年1月搭機到多名尼迪亞參加活動 沒想到航空公司卻出了大包 因為打美航空沒及時聯絡球隊 才讓吉祥物的服裝被人偷走 這期竊案也轟動整個吉祥物界 大家紛紛發表文章要寫尋竊賊 甚至由廠商懸賞價值1000美元的 燕黃瓜當結局獎金 只是吉祥物的服裝被偷走 在美國已經不是第一次 5年前服裝失竊案 最後是靠眼尖記者在路上發現有人穿吉祥物服裝 才成功破案 這一次又有吉祥物的服裝被偷走 球迷們只希望球技開打前 吉祥物可以找回衣服不用裸身出現 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1個月 2個月